受暴雨影响 北京多个地区被淹 地铁金安桥站灌水严重 已经封闭 多趟列车停运 航班取消 网上影片显示 北京地铁站灌水已经停运 18日上午 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沉色预警 受暴雨影响 北京多处发生山体塌方 多条道路采取了临时断路措施 昌平区安四路 牛体岭段有一处山体崩塌 方量约40立方米 房山区六十路 霞云岭乡 石板台村 房山石峡路等地发生山体塌方 造成道路双向阻断 除了北京地铁 金安桥站采取封闭措施 北京多趟列车停运 连北京首都机场 大兴机场 已累计取消350架次航班 另外 牧田玉长城风景区 18日也暂时闭源 停止对外售票 由于北京暴雨影响 18日有114家风景区关闭 新唐人记者凤华 陈海月综合报导